各位業界的一些心境 然後大家一起共同開爆夥伴大家好 我是藏心材料的鳳三哥 然後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可循環的熱塑性的材料 它在應用的時候能夠達成的一些目的 當然我們現在很常見的就是所謂的輕量化上的應用 然後除了這些輕量化上面的一個概念以外 等一下也會介紹一下我們公司在這兩三年來所開發 致力於開發了一些熱塑性的一個半身體 包含可以射出的一些地址以及連續的纖維布 然後這些內容等一下也會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然後大家好我是黃昌可 然後我是畢業以後就到藏心去工作 然後一開始其實我的經歷也是我們藏心的一個 在對於一個ESG或環境保護上的一個逐漸開發的一個歷程 其實我一開始進去藏心的時候 我也是在做一些複合材料相關的素質開發 但在那時候我使用的是一個配方含養的一個素質的機材 然後去做成一些樂固性的一個複合材料 然後在那期間中也開發一些運動類的一些產品 例如說滑雪板、沖浪板或者是食材加固的一些素質的一個複合材料 使用的一些素質 然後當然我們公司主要也是在這幾年後開始逐漸的去推廣 或者是轉精神所謂的一個熱塑複合材料的一個過程 所以有幸我也是有參與到這樣子一個合作的一個開發的一個歷程 所以我在現在是主要是負責熱塑複合材料一個開發 然後目前我們所擁有一個產品類別 主要是可以射出使用的LUT 以及用熱壓或者疊成的一些板材的一個 應用的一個UDCAP的一個開發 然後在首先呢我會先講一下說 為什麼在這個整個產業上 我們可能需要東西讓它能夠有更輕量化 以及具有一個可回收性的一個議題存在 其實呢在整個一個輕量化一直以來都是一直存在的一個需求 然後大家其實也會常常會聽到說 欸我想要把東西做得更強、更輕 然後很快的可能會連結到說 欸我們可能在生活裡面所遇到的一些像 汽車這種交通等級 我希望更輕能夠達到一些更省能源的一個可能性 或者呢我們在一個自行車上面其實也很常聽到說 我們想要讓自行車更輕 我可以用一隻手指就把整台車子抵起來 所以其實在這幾年來也有很多的同業 然後很多公司很多材料一起去努力的開發 然後所謂的這些材料使用複合材料的方式去取代裡面的原本金屬的一些部分 然後讓整體的一個成品不管是汽車呢或者是自行車呢 或者是其他更多的一些相關的產品 讓它能夠更強、更輕、更薄 然後也方便大家去使用 所以為什麼複合材料是有機會達到這樣的隔衡 其實我們從這樣子的一個底強度的一個概念 我們就會看到 金屬它大致上是落在左下的那個區塊 然後複合材料是落在右上的那個區塊 所以其實相對而言底強度 也就是說強度處理它的本身材料的重量以後 複合材料的一個底強度是遠遠大於金屬 這也是為什麼複合材料它有辦法能夠達到 讓整個產品能夠更輕、更薄、更強的一個概念以及可能性 而我們在整個使用上的一個輕量化 它其實更有一些實質的意義 我們可以這樣用一個汽車的例子來說明 例如說整個的汽車交通載輯輯如果它重量能夠減低10%的話 它整個燃油效率其實是可以提到6%到6%到8%左右 然後整個的這個汽車如果每減少100公斤的話 它其實每百公里的一個油耗量可以降低0.3%到0.2%的公吹 這也是為什麼說我們會希望說在整體的一個交通輸輯輯輯上 能夠更讓整體的重量能夠更輕 也就是逐漸的去發展 讓複合材料也就是乙塑代鋼的一個概念 逐漸在這一些我們常看到的 有一些東西裡面 它逐漸在爆笑 其實也因為像早上已經有很多的一個概念 一些先進他們所分享 其實不外乎的也就是一個 整個國際上面一個人類對於 地球環境啊 或者是對於一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個 希望能夠減少的一個義務所在 所以他們也就逐漸去定義了一些規範 例如說在歐盟這邊 它就有定義了 在2025年的時候 它這邊的一個每百公里的一個交通感覺 它只能夠10萬公升的一個燃料 然後在美國這邊的話甚至變得 應該說歐盟最嚴格 美國這邊的話大致上是 要每百公里的話 它只能夠 只能夠消耗4.8公升的一個燃料 這也是為什麼在整個汽車的輕量化上面 其實是一個不斷的進行的一個過程 而無主要 我們在台灣這邊其實也有定義相關的法令 也就是說到2022年它希望的一個法規 也就是說在你多少的信息數下 你要能夠有多少的一個減能的一個效能出來 所以從這一些相關的法令 也就推行了整個的一個產業 或者是材料方面 必須要有一定的進步或者取代 也就是說讓整個不同的材料 去做成相關的一些產品 是適在地形的一個過程 當然在整個的車身 它本身也有一定的一個趨勢所在 這也是從這個汽車輕量化產業的一個發展趨勢 做了一個統計 它認為原本在2010年的時候 原本的一些比較低強度的一些金屬材料 是佔整個車體所重量的一個百分比 其實是蠻高的 但是當到了一個2040年的時候 它會因為一些輕量化的需求 所以它可能必須要選擇更高剛性的一些金屬 或者是甚至是使用了一個碳纖維的強化塑膠 去取代它裡面的一些固件所使用的材料 也就是說到2040年的時候 他們的統計可能整台車裡面有百分之15以上 或者是使用複合材料去做成 這台車的一個主體的一個結構 其實複合材料它也不是一個非常新的東西 相信大家業界得意 越來越先進也不陌生 然後尤其是在台灣裡面 其實算是複合材料也蠻早就開始去執行的 大概早年我們蠻常聽到的就是一些運動類的 像網球拍、比球拍 這一類的使用一些複合材料去製作 逐漸的推廣到的自行車 然後供電、交通展示機、飛機 以及一些大眾交通運輸的工具 然後其實這一直以來 複合材料它的一個被使用的一個頻率 以及使用的數量越來越多 只是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一些加工的一個限制 或者說材料特性的一個限制 到了大概2000年之後 主要的一個複合材料 都是一個熱固性的複合材料 作為一個組長 也就是可能大家常常聽到的 是一個環氧素質的一個浴鏡部 或者是環氧素質的一些熱固的複合材料 然後整個的一個複合材料產業 在大致上都是使用熱固性的複合材料居多 只是到了現在我們其實 逐漸的去看一看整個材料的時候 而常常被要求的時候就是說 那我們今天熱固性的材料 它的回收上會不會有一些疑慮 會不會造成反而造成更多的垃圾 你今天即使輕量化 你讓整個的一個排態量減少 但是你製造垃圾以後 又增加房型的負擔 所以這時候你就開始 又開始在大概這十幾年來 逐漸去思考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複合材料 回收再利用 當然熱固的東西也有機會回收 只是往往是把裡面的一些素質 燃燒掉 用燃燒的方法 回收它裡面的纖維 這可能是只有一個半回收的概念 那如何把整個的材料 能夠全部的做一個回收 然後再利用 可能就是熱固的一個複合材料 會是比較容易達成到的一個材料的一個特性 也是這樣子的一個 液體下它可能會是一個 主要會被應用的一個材料的一個解答之一 那整個的一個熱固性的材料 以及熱塑性的材料 其實我簡單的做一個性質上的一個比較 為什麼我會說先前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的時候 熱固性它的一個被使用的一個廣泛度 其實是比較多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 就是在整個樹脂本體而言 它的含進性的一個差異性 熱固的東西 它在一個成型之前 它是一個單體的 趨近於一個單體的形態 也就是說它的黏度是很低的 它就有點像是操作一個像水 或者是一種 可能頂多就是像糖水一樣的東西 然後把它跟纖維去做個結合 然後利用化學反應以後 它硬化以後做成的一個複合材料 所以它的一個加工以及它的含進性 都是比較容易去控制的 只是在經過這二、三十年的努力 或近十年來 其實從歐美這邊 也逐漸的已經喝出了很多 各式各樣的熱塑性的材料 最主要就是要把這個含進性 也就是說 把一個這麼高分子量的塑膠 跟纖維 或者是跟一些 你的非素質類的塑膠類的東西去做結合 這個困難度把它克服以後 才有機會去做到一個熱塑膠的材料 然後當你的一個熱塑膠的材料 能夠被使用的時候 其實它還會衍生出非常多其他的優點 譬如說 你今天的材料 它就像一個寶特底 或者是一個人手 人手邊的一個塑膠的用品一樣 它在常用下其實是很穩定的 它是很好保存的 不像熱膠的材料 因為它要避免它反應發生 所以說它必須要用低溫的儲存 相對而言它也是一個在儲存原料上 就需要耗濃度的材料的一個性質 而在整個加工性上面 因為熱鋪性的材料 它必須要等待化學反應 而且往往它需要很 在整個加工過程中 需要很多的人工去執行 所以其實它的加工程度是蠻高的 而熱塑性的材料 它往往是一個向的變化 比如說你加熱讓它變得比較可塑的形態 然後再把它開始去做你的成品的一個加工 所以說它其實加工速度 也就是做成品的時間 它是相對的很短 然後衍生而來就是說 它整個時間短 耗能低的情況下 它有可能會衍生出一個總生產成本 其實是相對於熱鋪數值 它還要來的一個熱鋪性的部材 它還要來的一個低的 也就是說即使我們現在市面上 常常看得到的一個熱鋪的一個 複合材料的一個半生品 以及熱鋪複合材料半生品 兩個的價格差一點很大 熱鋪往往總是熱鋪的三倍到五倍 甚至十倍的價格 但是如果真正去使用的時候 去探討它整個總生產成本的時候 以我們經驗而言的話 它反而是熱鋪性的材料 它的總生產成本是比較低的 這個可能等一下會在最後 有一個應用實力的分享 可以跟大家說整個過程有一個計算盤 我們今天蠻重要的一個就是 回收性的一個看法 熱鋪的複材目前大部分 聽到的就是把材料裡面 它的一個素質用燃燒方法把它燒掉 所以說它回收是不全面的 而且它回收是相對不困難的 因為其實複合材料並不是單純只有塑膠 它裡面可能還會有很多 金屬或者其他的地方去互相結合 所以你還必須做一個分類以後再去做燃燒 這樣其實也是相對於比較困難的 而熱鋪的一個複合材料 它只要有一個適合的回收系統 它可以用破碎的方法再去做一個第二次的加工 或者是熱壓或者是射出的方法 做成第二次的一個成品 這其實是相對於的回收系統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比較達到一個回收再利用的可能性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而言 我們其實從整個世界上使用的複合材料的一個趨勢 你可以看得到 雖然說整體而言 熱鋪加熱鋪的複合材料 它使用的量其實是足以來增加 但是在熱鋪的一個複合材料 從大概2000年以後 它就很明顯的比熱鋪的複合材料 它的增長性還要來的一個 但是也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Dismant它的一個 某一支材料它的一個使用的過程 其實它也是 它也是一個回收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今年像說今年的K-SHOW 在德國像說 它其實也主要都是在長一些 怎麼樣都所有的回收的一個系統 讓所有的材料能夠真正的在被二次的使用 當然我們現在常常提到的就是一個回收材料 其實熱鋪可回收 可是它是一個概念 但是到底要怎麼樣去指使 這就是一個比較 我們先未來還是必須要去能力的地方 當然這方面長青也是正在能力中 然後在Dismant這邊 它們是這種類似這種小氣瓶的東西 它們把它壞掉以後不使用 它直接把它粉碎掉以後 然後再把這樣子的粉碎顆粒 做一個射出以後 去比較它們之間射出的一個強度 也就是說回收料強度 以及新料的強度 它是兩者的差別 從這邊可以看到的話 其實它左邊這個是他們的回收料 右邊這個Q的這一個是他們的新料 兩個射出來以後的試片 它其實長度相差無幾 也就是說 你只要有一個適合的一個加工溫度 以及適合的一個回收放置的話 其實在第二次回收以後 一般而言第二次回收的話 它的這種熱鋪性的複合材料 它的強度並不會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也就是說整體而言熱鋪性的材料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制造它一個概念 可能就是說 有機會它是可以去取代 既有的一個熱鋪複合材料 因為大家都是一樣 只要它的含徑能夠克服掉 然後跟熱鋪一樣的一個優點的情況下 其實它是有機會去取代的 更甚至的它可以取代掉金屬 以做代當的一個概念 來達到它的輕量化 當然它所附加的優點就是可以循環使用 增長的速度就比熱鋪複材要來的快 而我們現在正在開發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長纖維的射出例子 它可能也有機會可以去取代 本部分的我們常常聽到一個 加熱鋪短間所增長的塑膠 也就是常見的一些塑膠增長的一些例子 這一方面也是我們想要去開發說 更高強度的一個射出料的一個緣故所在 而主要我們現在所接觸到的一個行業 所以大致上都是可以應用在一個運動器材 自行車 醫療器材的一些補具類的一個載塑型 或者是三星的固件 電腦的一個殼之類的 這是可能在未來的一個熱鋪複材料 它會主要被應用在一個原理時代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說熱鋪複材料 它的一個型態大致上會因為它本身纖維的一個型態 分成不一樣的樣貌 而我們常新在這個材料的一個半生品裡面 其實在也都扮演了所有的每一個階段 我們基本上都有相關的一個半生品 然後可以供給下流的一個客戶使用 包括說我們這個短纖維的SFD 也就是說大家常聽到 塑膠跟纖維之間的酷炭又做出來的一個射出粒子 或者是我們一個長纖維的一個LUT 也就是它本身的一個粒子裡面它的纖維是連續的 是依你所需要的一個長度去製作出來的一個射出粒子 以及我們的一個單方向性的UDTAP 我們也正在開發 而在於整個額眼的話 我們的短纖維的射出粒子 以及長纖維的射出粒子 其實最主要的差別就是 差在我們射出的成品裡面 它的纖維的實質保留的長度到底有多長 短纖維的一個塑膠粒子 其實它本身的纖維在整個塑膠的一個產品裡面 它只是一個增強的一個材料 它大致上能夠提升的一個材料的一個強度 大概是在10%到50%之間 並不會特別好 它在整個的一個射出粒子裡面 它的一個纖維是長度不一 而且是一個不定向的一個方向 然後它所射出的一個成品 它的一個纖維的百合長度往往是小的 而我們現在正在主義開發的一個長纖維的LFP 這方面它其實的特性跟短纖維的差異性是 它裡面的纖維是特定方向性的排列 我們可以依照我們想要的長度 也就是說你的射出機的一個能力 或者你的加工的能力 只要能夠克服這個長度的一個限制的話 其實可以盡量保持它所射出的一個粒子的材料的一個強度 或者是熱壓的時候的一個粒子材料的強度 我們常見的一個粒子長度大概是在5-20% 它裡面的纖維排像是一個單一方向性的 它所射出來的產品它的纖維保的長度 一般而言定義是大於1mm 然後依我們的經驗的話 我們使用12mm的一個粒子長度 所射出來的一個產品 它的一個纖維保的長度至少只有5mm以上 也就是因此所以它的一個產品長度其實是比較好 然後我們從一些文獻也可以看到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使用一個 握於纖維的一個LFT 以及碳纖維的LFT 而言的話其實碳纖維LFT 它的一個增強強度的一個效果能夠更好 而且它所能夠提供另外一個好處是 它的一個產品你的密度會大大的下降 大概事實上一般而言玻璃纖維它的一個產品密度是在1.7到1.8之間 甚至到2.5之間 然後你的這個碳纖維大概就在1.3到1.5之間 所以這邊而言的話 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的密度下降所提供出來的一個優點 就是說碳纖維製品它的一個底強度其實是更高的 而在這個整體的一個材料的一個強度上的一個表現 在LFT這邊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紅色的部分就是一個LFT所設出來的四片的一個強度 藍色的地方是一個相當穩的一個金屬它可以的強度 所以其實如果你今天是使用 像從文獻中你看到 你一種66的LFT而言的話 它的強度其實已經是大於綠的 也就是說這是我們很多一些跟共同胎巴自行車業的一些夥伴們 我們會去使用一些碳纖維的一個LFT 去取代它原本綠合金的一個部件的原意所在 就是說其實它的強度是已經可以超過它的一個綠的一個原本的一個強度 而且它擁有一個很快速跟射速的一個加工的一個可能性 簡單分享一下這是Fastcamp他們本身在網路上所提供的一個影片 這是一個純塑膠的壓過去它就扁 撥纖的LFT射出來的壓過去過一點點 碳纖的射出來後被卡車壓過去有沒有好保護傷 然後在這個地方它是以一個碳纖維射出的一個風扇去做一個比較 這是一個金屬的一個風扇 被敲一敲以後它其實是會變形的 然後當你使用一個碳纖維射出來的一個風扇 其實它只要強度夠強的話 它被以一樣的方式去敲打的情況下 它是不會有很大的機會 也就是說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用金屬的它的重量是這麼重 而相對的我原本使用碳纖維射做出來的產品 大致上是重量只有它三分之一而已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能夠指證你們說 其實用複合材料做出來的產品 它是更強更輕 然後它是更有一些不一樣的一些剛性的表現 而我們現在常常在做的一個應該說的產品的推廣 就是在這個LFT的一個部分 然後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也需要大家一個同列 互相的一個Planer一起做一個開發 因為以往我們可能常常了解 它我們的一個色素材料是 左下角的一個粉紅色的一個強度的區間 然後可能在一個熱固形的一個預鏡部署 做出來的一個強度 它大致上是在右上角色的藍色區間 中間在這個綠色區間上 其實是沒有材料強度可以去区配 而我們今天已經開發一個LFT的一個產品 它也不是一個非常清爛 只是比較少人在應用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它在這個強度的區間上 其實它是大致上是借在粉紅色跟藍色區間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在使用LFT的情況下 你並不是說我只是單純代替掉原本色素料而已 應該是去發想說 我怎麼用色素的製程做成一個 原本可能要使用連續纖維才達得到的一個強度 而是使用 但是因為連續纖維加工比較慢 所以說它的生產成本就高了 但如果今天使用LFT 只要能夠達到它的強度需求的話 它基本上是可以使用色素的製程 然後做成一個比較高強度的一個色素的一個產品 然後達到一個最後的一個產品需求 並且它的成本會是比較低的 另外我們現在正在開發 它大致上我們明年會推出相關的一些產品 是我們的一個UDTAP 其實像UDTAP這個熱部的可能各位親近的話 你們都知道這個熱部的去進步 但是在這個熱塑的進步而言 它表官是乾的 也就是說相當於它是一個塑膠跟纖維之間 已經互相成為的一個模變 在這之間的話 它其實可能的應用方式 或者是使用熱加熱的方式去做一個貼盒 或者是鋁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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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樣子的一個貼盒的一個過程中 其實它可以搭配著一個原本的一個色素的材料 去做成各式各樣不一樣的產品 然後尤其對這個UDTAP非常重要的點心 因為它是一個連續纖維 所以它本身的一個強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它有可能去做一個產品的一個補強 或者是利用像這樣子的一個產料製程 然後去做成一個你需要 每一個方向性都要有強度的一個氣品的一個 類似的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當然它跟熱塑的一個做法 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在加工過程中 要有特殊的加熱源 這也是在使用上 會是一個畫出不一樣的一個概念 而其實在熱塑膠的材料裡面 更重要的一點是它本身還有另外一種更大的強度 就是說它其實是可以利用 射出跟原本連續纖維的一個材料去做一個結合 也就是說我今天如果需要一個高的強度的東西 我就用連續纖維去做一個設計 例如說我需要一個裡面的一個外觀殼 它需要一個比較高的強度 像我裡面的一些小小的扣件之類的 我可以用射出的方法去補強 或者說我今天要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前擦或者是後擦之類的東西 然後它裡面的骨熱用這種連續纖維下去補強 然後它的一個主體利用射出的方式 這都是有可能去 因為熱塑性的材料它本身是可以加熱 互相濃濃的特性 而達到這種類似 就是負荷的一個結合的一個可能性 這也是如果利用一個比較特別的工法的情況下 其實熱塑性的材料它可以衍生出更多不一樣的一個變化 這也是我在219JC的展覽上面看到 他們在使用這種hypermode的方法去做的一些東西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例如說這自行車的搖壁 然後這是汽車的搖壁 然後它裡面就會先把金屬馬要進去以後 去射出到外面的外套 這三個 這兩個都是VAD上面的一些部件 在這熱條的地方 它是使用一個UDTAP 然後在這個主體上面它是使用射出的方式 然後這支UDTAP再加上射出它旁邊的邊框的一些紋路 然後當然在鞋子上面的話 它也是利用裡面放一個可以附的一個 一個TPO的瓣材以後再利用射出把它保射 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用不同的一個加工方式做一個結合 它是可以達到一個整體一個產品一次成型的一個可能性 最後我們來介紹一下廠新 其實我們一直在這兩三年來做的一些熱碩複合材料 它有別於其他的複合材料 熱碩複合材料 它我們其實正在走一些我們自己產品本身的一些特徵 我們本身的產品現在是有包含著一個長溫型 中高溫型以及高溫型 大致上這個長溫型是我們的一個改質環氧的一個基材 或者是一個VC的一個耐燃型 改成VC的耐燃型的一個基材 在我們中高溫型的是我們的改質 VPS 以及在我們的高溫型是我們的PAEKT的一個材質 當然我們這些材質有相對應的LAT 以及正在開發的UDTable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種各種的一種熱碩機材下 我們是有相對應的LAT的產品 以及UD的一個產品的製作 為了說 然後可以供給大家做一個應用 當然我們也會因為一些射出的寶件的需求 我們有開發了相對應的高功能的SLT 然後去滿足如果需要一些比較特別寶件的一個設計上 需要比較高流動性的一個產品 我們也是可以可見相對應有一個產品的一個SLT 供一個客戶的使用 所以我們的一個產品的強度 大概就像剛才的連結一樣 SLT它本身的強度其實是稍微低一點 然後SLT它的強度是可以比SLT高一倍到兩倍之間 然後UNITEC我們本身目前是正在開發中 所以說明年的話會有比較一個完整的一個強度的一個 資料可能有機會的話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而我們本身所推出的一個材料特性的話 其實我們目前的這幾個材料都有一個 相較於市場的PP以及尼龍 它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特色 譬如說我們的材料它是可以解鎖 然後它是具有獨裝性的 另外我們的材料目前 不管是長溫型或中高溫型或是高溫型的 它都有一些低吸濕性的優點 然後也就是說在熱碩的一個材料裡面 因為它本身沒有產生一些膠領結構 其實稀釋性可能會往往造成整個成品它的尺寸的變化 但我們因為產品它的稀釋性是相對比較低的 所以它不管在射出的過程中或最後成品的過程中 它的尺寸變化都是相對安定的 而我們也是把我們的一個改組環境的產品 用我們的一個長溫的結構膠下去做一個連結 以後所測出來的一個連結強度 其實它的一個連結強度 不輸給一個熱碩跟熱碩之間 不相接合的一個連結強度 也就代表說我們的一個熱碩材料 其實它是可以利用熱碩型的結構膠去做一個連結的 也就是說它有可能是可以跟原本熱碩的一個材料去做一個搭配 然後利用一個結構膠的方式再去做一個連結 這是可能的一個使用方式 當然如果說我們常見的一個尼農類的一個材料而言的話 很常看到它是它射出完了以後 它的強度會因為稀釋不斷的變化 往往它變化了30天60天以後才會漸漸的穩定 那我們材料是裡面的這個 比較偏橘色以及藍色的部分 就是它相對於尼農而言 它是很快速的 大概射出一兩片以後 它就會達到一個穩定的長度 就是說它即使一開始射出來 跟放了其時間以後 它的長度基本上是沒有很大的改變 也就是說整體的一個材料而言的話 射出以後它的產品的一個尺寸穩定度 以及它的長度已經趨近於固定 這也是在整個的產品設計上 可能會有不如用的一個小吃的地方 而不用像如果你使用一般 尼農類的材料 你可能還要射出一段時間 等它穩定 然後利用一些其他的手法 讓它的尺寸的一個變化 不要超出自己的預期 所以我們的材料的特點所在 另外一方面 我們LT 也是比較注重於 它本身一個素質跟纖維的環境性 當然我們在裡面所做的一些努力 包含薑紙的改質 素質的配方改進 以及加工的一個製程突破 這都讓我們LT 它本身的一個環境性其實是 目前看起來是比較 優如一些市面上常見同樣的一個產品 例如說 我們也有收集一些油廠的一個LT 我們常常看到 它的一個產品裡面會有一些小細毛 這些細毛或許在使用上 並不是特別會造成很大的困難 但其實在射出機裡面 久了以後 它其實會導致你的錄料系統不順 而我們的產品其實相對而言 它是比較沒有這種細毛 是比較 它切面是比較整齊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環境性素質 跟纖維之間的環境性 是有比較好的 讓它整體在切裂的過程中 不會因為環境性的不好 而導致這就細毛成真 而我們也有用一些微D實驗去探討 我們素質跟我們纖維的環境性 我們使用一些改質的方法 讓我們纖維有一個不一樣的變化 我們在這個整體改質的纖維上 我們可以從微D實驗看得到 它的一個接著力提升環境性 也就是說我們在利用一些改質的方法 讓我們的纖維跟我們目前所使用的 數值系統是有比較好的解釋 也就導致說我們的一個材料 它本身在環境性上是有所突破的 所以從SEA裡面也可以看到 我們的一個纖維跟它的一個素質質性分布 其實是比較均勻的 也就是因此說我們的一個LG 它本身的一個材料比較不容易起毛 也是比較容易去使用 當然也有可能會衍生出的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說當一旦你的寒冷性比較優良的情況下 它進入裸桿 進入射出機 或者在熱壓過程中 它很快就可以噴上 這時候你的加工溫度 或者射出的壓力 有可能可以比較低一點 然後就可以做成你所需要的一個產品 另外一個我們其實進行內 我們推出了一個所謂碳波孔的LG 然後這個其實是 因應說因為碳纖太貴 所以我們把碳纖跟波纖同時一起做出來 把它變成完全合在一起的一個LG的一個例子 然後其實這樣子的一個例子而言 它其實在碳纖而言 它本身是屬於高剛性 波纖是比較高耐充性 我們所做出來的這個例子 我們去比較它一個本的剛性 跟它的一個耐充底線 可以發現到其實即使我們把波纖混合了一些進去以後 它的一個不管是拉伸強度 拉伸模式、彎曲強度、彎曲模式 並不會下降太多 大概只有掉5%到10%的一個區域 但是它的耐充底線可以大大提升大概20% 然後這是舉例我們改成 環氧的LG 我們相對於的不管是 TTS或者是PAEKRADE 也都有相對於碳波孔的LG 也都有一些 魔術沒有下降 但是耐充底線有提升的一個特點 因為我們在未來明年的時候 我們都會逐步的開發出一些所謂的Uttape 然後一樣我們也是會去探討說 Uttape它的含勁性到底好或不好 這簡單的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 其實如果你今天纖維紗能夠均勻的分散 在設計中你的一個產品厚度就會比較薄 而我們現在其實做出來的實驗室的一個產品中 我們的Uttape 它的厚度大概在0.12到0.12之間 也就是說它的一個分散性其實相對的也是還不錯 然後也就期待說我們明年如果能夠 比較有一些產品的一個資料的時候 再有機會的話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所以最後我就是跟分享一個我剛才所說的一個 綜合今天所有的所講的一個實例 然後當然有一些我們蠻多的一個案子 其實都還是保滅這段 所以也不方便分享太多 所以有些簡單的分享一個 我們的一個小部件上的一個實例 然後我們這個 在這個其實它是一個所謂的一個扣環的一個部件 然後以前在以往 這個扣環它是使用鋁合金去製作的 然後鋁合金其實 即使它的一個材料是很便宜 但是它在製作過程中 它會產生很多毛病 它需要花很多的時間以及工錢 去修整個鋁合金的這個扣環的毛病 所以後來他們是使用了一個熱固的一個碳纖維 去做成這樣子的扣環的東西 但是因為熱固的這個碳纖維的製品 它所需要的一個工具 真的太多 也就造成它們成本頻道 最後他們就來尋求我們的一個材料 去做成這樣子的一個扣環 利用射出的方式去最後去做成這樣子扣環的一個產品 然後當初它也有拿一些它產的一個尼龍去做一個LFG的一個射出 然後發現說 因為吸召維的關係它可能一個尺寸會變 會有一些改變 所以說它在某一些特定方向性的一個耐手的力量 其實會有所附阻 而使用我們改質環氧的一個LFG以後 因為我們本身的一個低縮縮性的一個關係 然後也是比較高剛性的一些關係 所以說一下 它所做出來的一個產品是可以補它的取手 然後所以在這個最後它所分享的一個綜合成本的一個比較而言的話 其實在鋁合金而言他們計算出來 因為它需要很長的一個加工時間 就是修毛便的東西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東西他們需要60塊的成本 而這部材料的話 它大概會高人工需求的關係 所以大概一個是45塊的成本 而LFG去射出來這樣子一個相對的彈品的話 其實他們計算出來一個大概只要30塊的成本 但是在這裡面 LFG它的這個材料價格是遠大於前面兩種材料 所以其實這也其實只是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其實不用因為害怕 熱塑材料的一個單價稍微比較高一點 我會覺得說無法去使用 其實如果綜合整體的成本價格化的話 它其實是有機會能夠再突破你原本的一個產品的一個成本的一個架構 所以我簡單做個總結 在整體的一個熱塑的一個 複合材料它其實是已經有機會去實現輕量化 然後並且一個提供越遠去發展的可能一個解決這個方案 但是其實在熱塑材料 不管是它的一個應用加工房子 其實還人在現在在台灣或者在全世界其實都還有很多很多的保障 但是它的成長趨勢其實是很期待的 也有可能是從一些法規面或者是一個環境面 都其實都會迫使大家逐漸的去使用它 那也就是希望說當它的一個被使用性越高的情況下 它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突破 包含它的一些成本的價格 未來我們可以希望能夠提供給大家更提依進能 或者是一些更價格合理的一個熱塑性的一個材料 當然這也會取對於碳纖維的價格 然後另外一個廠新自在開發的就是高含進性的LT以及EVP 然後從剛才跟大家所分享 我們目前所擁有的一些LT的熱塑量 它其實具有一些低作作性以及可接著的一個特性 然後也可以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然後我們今天在外面的展場也有相關的一個展品的一個展示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到一些我們的展台跟我們做一個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